我們現在呢先講那個大卷Burn 就是有一個加亮跟加暗的工具 這個照片呢放在社團裡面 基本上就是說你的時候那個照片呢 它如果有的地方亮 有的地方很亮有的地方很暗 那你想要稍微做一點調整的話該怎麼辦呢 因為這個就是亮的地方已經剛剛好亮 你就說那個暗部非常暗 那你要做調整該怎麼調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大卷Burn 就是一個是加亮一個加深工具 加亮工具呢我現在可以啟動它 然後呢我把這個塗層呢先複製一個出來 好然後使用這個加亮工具 這邊去做個調整 它調的時候要注意喔你調的東西呢 就是調的畫面是暗的還是亮的還是中間調 像現在調的地方是很暗的地方 所以就要選陰影 然後曝光值呢自己要調整一下 再去拉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可以直接把 偏暗的地方做一個調整把它調亮 再加深工具喔 像這一區也許我覺得它太太亮好了 也許啦那我該怎麼調我可能就直接呢 切到這個加深工具 那因為這個算是亮部 所以呢我可能就是選亮部 然後再去調整 我可能就把某一些亮部把它稍微調暗一點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調整前跟調整後的一個差異 那另外呢如果說你在調照片的時候呢 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整個畫面呢就是有些地方偏暗 有些地方偏亮之類的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調法 我先把這個再佈置一個 它濾鏡裡面呢它其實我們找一下濾鏡還是調整 調整裡面呢有一個叫做陰影跟亮部 陰影跟亮部 我們可以用這個效果去調 我們可以看到浴室如果關掉它是這樣子 浴室打開來它就變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它的調法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是紙條暗部 紙條暗部 一個是紙條亮部 把亮部壓的這個稍微暗一點 這個很好用啊 這個平常在調照片的時候非常好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原來是長這樣子 這是後來調整過的 這個非常好用 所以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就是陰影跟亮部 影像調整 陰影亮部 這個非常好用 好 好 先試試看吧